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第33课 我们今天来讲一个那个单向链表是否有环 这单向链表就是 链表吧 我们当时上节课讲了 就是一个节点 单向的 它只能指向下一个节点 然后再指向下一个节点 你就可以当做一个链子 那它是一个数据结构 它就是说每个链 每个节点上面它都会有一个 有两个值 两个field 一个是 储存它的数据 比如说是value 另外一个是指向下一个节点的那个 一个point 一个指针 它指向下一个节点 那它这个 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 就是它有可能是有环的 对吧 环就比如说它下一个节点 它突然在 指回来 是吧 我们今天要 就要判断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是给定这个head 这个head 我们一般是给定一个head 链表 链表就一般给定head 我们多说几句 这个head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 就是我们要访问 一个节点 我们通常要从head 这样一步一步走 它不像数列 数组一样 你可以 就是 访问其中任何一个 就是这样 我要它 我就可以立马访问到它 这个链表 它这个一个特性就是说 你从 你没有说 你没有办法直接访问 比如说到这个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直接访问到这个节点 除非你从头开始一步一步走走到它 对吧 这个就是 它的那个查找算法 就是那个 欧文就线性了 今天我们就来讲这个问题 那这个 这一题 它有一个比较 常常见的算法 就是用那个 哈希表 就是记录一下我们访问过的嘛 就是我 我这样子走 我没走 没访问到一个节点 那我把它记住不就完了吗 对吧 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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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再返回来 我走到我以前访问过了 那就是有完了嘛 对吧 这就是哈希表 这是很简单嘛 对吧 那我们就实现一下 今天我们就实现一下 这Lito 这一题 141 我们看一下它的例子 你看嘛 这个3 给定3 这个翻回来 这个就要返回true 因为有个cycle 对吧 这个也是有个cycle 这个就没有cycle 对吧 那就这么 这个很简单啊 我们就这个cycle 给个headhead 就投 那我们看哈希表 就是 储存见过没有 我们就那个set 集合嘛 对吧 就是s等于set 我们就说信好了 是否见过 set 是吧 那我就可以wirehead 是吧 当我们还那个的话 我们我们还没走到尾的话 对吧 如果head在信里面了 是吧 那我就返回true有塞克 是不是 那我没有见过 那我下一步是不是应该把它记住 对吧 那就信.addhead 是吧 然后head 再走到下一个 headhead next 是吧 你看它这个定义是list 是它有个节点 有个值是 储存它的值 这个是指向他next 对吧 如果 走到头了 对吧 或者 它这个要跳出这个循环 就两种情况 一种是已经发现了 对吧 就是有环 那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没有环已经走到尾了 对吧 那我的没有环就rehead for 对吧 是不是这样 这样就可以过了 我感觉 哎 过了 是吧 再点一下 这有快感的 点了一个 accept 也很有快感 对吧 这个就是这种 最常见的这种写法吧 就是 on 线性 然后我这个时间复杂度是线性 如果有n个节点的话 我就一直走 如果 没有 就是没有环的话 就走到头了 有环的话 他就会 进入到第11行第12行 对吧 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on 的这个数据结构 就是 我们记住嘛 对吧 我们要记住 我们要一个额外的空间 那去记住这个 我们走过的吧 对吧 这是一种方法 对吧 那第二种方法就有点像 呃 怎么说呢 龟兔赛跑 可以这么一点 你就之前我们讲过龟兔赛跑 就是判断他是否在中间嘛 对吧 一个走两步 一个走一步 是不是 是不是 那假设他有环 如果没有环的话 那兔子是不是就跑到尾了 对吧 那有环的话 他是不是 就是他比如说这个就是环嘛 他刚开始这一块是 就是还没有进入环了啊 那如果进入环 大家都在操场上 你可以认为在操场上跑圈 那 一个兔子跑两步 乌龟跑一步 如果他 就是一直在跑圈的话 他肯定会相遇嘛 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 会追上 你就不管他间隔多少 他 如果是恒定 就两个人嘛 两个人在操场上跑步 不管他们的速度差别多少 他可能 差别三步 一个跑三步 一个跑一步 一个跑五步 一个跑一步 不管差别多少 只要他的速度是恒定的 我是讲的说 只要是速度是恒定 他就能够碰上 可以理解吧 你就一直跑跑跑圈嘛 对吧 因为因为你跑 你可以求那个叫什么 最最小功倍数 对吧 你就能够找出跑多少圈 他们能够相遇 可以这么理解吧 那我就这么这么 走嘛 对吧 所以他这个时间复杂度怎么说呢 就是这之前的是一个 比如说我假设他是一个 N步进入 进步循环 然后里面他是有一个 要走K圈嘛 对吧 就是走K步吧 对吧 你可以不停的跑 是吧 嗯 所以那时间复杂度就ON加K了 加K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 那我们就来实现一下这个 这个算法吧 这个算法 你想我们就不需要用额外的 额外的空间 对不对 我们就实际上就是跑 但他就是有一点像按 用时间来换空间 因为你 可能这个圈很大 对吧 那你需要很多圈才能追上 可以理解吧 你就可能没有刚才那个快 刚才那个算法就是我用空间来换时间 就是我不管怎么样 我跑 访问N步 访问完就完了嘛 是吧 就出结果了 我就是我只要把这个面表上面的N个节点 我访问完 我就得到结果 对不对 这个不一样 因为你 你不清楚这个快的快的兔子和那个乌龟 他什么时候相遇 你可能他 他这个圈很大 他可能要很 有好一伙我才能相遇 他可能多访问了好几次 对吧 这个就是 两种算法的 比较吧 那我们来写一下 就是怎么说呢 如果 如果走掉拍到一个特殊情况 如果我们给的是空子在那就是反回poss 没有 表的存在 没有条链的存在 那就是没有缓 对吧 那我们可以这种这样 录个一个fast fast就是兔子等于head 变 next 然后slow 我们刚开始让他等于就是让兔子先走一步吧 对吧 这个没关系 然后我们讲为什么要这样 slow等于head 对吧 因为我们这只要判断fast等于slow 对吧 然后 然后如果他不相遇的话 对吧 如果不相遇的话 我这边先写 如果相遇的话 我就是return return什么 return true 对吧 如果相遇的话 就return true 如果不相遇的话 那我这时候怎么写 如果fast 对吧 如果fast 唯空 是吧 如果notfast fast是等于lun 对吧 或者 fast.next islun 是吧 如果他有快的已经走完了 那就没有那个 没有圈嘛 是吧 可以理解 如果是兔子都跑完了 都走出操场了 那就没有圈嘛 对吧 否则的话 fast等于fast.next 呃 点next 它跑两步嘛 然后slow等于 slow.next 对吧 就这样 我们试一下 看看这边 也跑过了 是吧 对 这是一种算法 这是一种写法吧 那我们其实还可以反过来写啊 这个我们是现在写吧 如果 我刚才为什么要等于说 让兔子先走一步 如果兔子跟乌龟同一步的话 那这个循环 这个判断就不成立了嘛 对吧 它就容易相等了嘛 对吧 容易相等的话 就是fast等于head 那这里就会有一些判断的问题吧 就fast不等于head 那 会有问题吗 应该是会有问题的 就fast等于 我们试一下啊 看看对不对 会出现那点 如果我这边 那个fast等于head slow等于head 那这时候它应该是会报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 fast的 不等于slow啊 对吧 但实际上它相等它就不会进来嘛 所以它就永远等于force吧 所以你这时候应该是fast 让它 不同步 它才能先进来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反过来写啊 我比如说fast等于 fast等于slow等于head 都在同一步啊 那我这时候我就不那么写了 我我应该写说如果fast andfast.next 如果还没走到头的话 那么我这时候判断如果fast 我就要先让它走一步 然后fast 如果 我要判断如果fast等于slow 中间它们相遇了 有还 是吧 那这个出来的话就是没有还 对吧 就可以这么反过来写 是吧 这样也是可以的 那过了吧 是吧 今天这个 写了一下子就通过 是吧 这样可以理解吗 就是今天讲的这个问题就是 就是这么两个 就是判断有没有还 然后我们总结一下 第一个方法就是用那个哈希表 记录一下我们见过的这个 走一步我们就把这个节点存起来 然后如果 每次走之前判断 如果这个节点已经访问过 那么就是有还 就很明显 那这个优点是说用空间换时间 它最多n步就完成了 就对吧 那这个第二种方法就是归途赛跑 就是你在还里面不停的 不停的跑 直到相遇嘛 对吧 有还它就肯定会相遇 那你这个相遇的时间你就 可长可短 所以这个就是可能会很慢 那它的优点就是说 没有 不需要额外的开的这个空间 你看我没有额外的开空间 那constant time 就是那个时间复杂 空间复杂度是01 对吧 对吧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 它这个官方体解啊 它也是两种方法 我记得 然后它这个后面的这个时间复杂度 对 有个cycle 然后 0n 加k 对吧 worst case 0n 加k 有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那行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了 有什么问题吗 那么好 拜拜 拜拜